大家好,今天为大家介绍性价比高的Styhart 虾仔 今次介绍这款,一款是铜标,一款是钢板 这两款的特别之处都是用着 ETA 6497 机芯 这款瑞士的 ETA 6497 机芯是很多大品牌都用着的机芯 是非常受标迷欢迎的手上链机芯 今次介绍这款是直径 44mm 派洛款,机芯 除了机芯受欢迎外,很多标迷都喜欢玩铜标 玩铜标就是喜欢去标壳随着时间而氧化 而虾仔采用了高质素的青铜材料,所以变化得非常均匀 而且不会起铜绿,所以带过虾仔铜标的标迷都会对它赞喉不绝 标面采用了蓝宝石的水晶标镜 而在九字位就有一个显示秒针的小标圈 标罐就采用了特大的洋葱标罐 手上链和交时间的时候就更容易掌握了 反转后面给大家看一下透视标底 透视底的好处就是当我们手上链的时候 就可以欣赏到齿轮的转动 而这个金色齿轮上都印有代表着Styhart的S字母 另一个基深吸引人之处一定是这18条的日内亚条纹 再加上看到油丝摆动,整个标都很具观赏性 再配以这条在俄罗斯用人手制造的Vintage标带 标带直径22mm,也配以了一个青铜标扣 除了青铜壳之外,还有这个钢壳款 钢壳款配以了一个蓝色边框的长短针 都是采用了蓝宝石水晶的微拱玻璃 而钢壳款配以了这个双钉的真皮皮带 更加带出到帕洛基斯款的味道 标底都是采用了透视底 都是做了日内亚条纹打磨 两款手标都是配以了这个超级的蓝椰缸 九时位的秒针都做了蓝椰缸 这两款这么具特色的手标都是卖4000多元 绝对是虾仔其中一款性价比高的款式 铜标和钢带版大家又会选哪款呢?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来我们大围门试试 今集介绍到这里,下集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